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机械的开关 这是急停 控制什么问题的时候,按下它就停机 温控,温度的中风跟中风的一个温度 一般的话都是我们设定好了 如果你的膜的材质不一样的话 可能就要做相应的调整 机械的屏幕 选择里面 现在我们设定好了 带场是250 你可以自己设定,设一下带场 设好了之后都要按保存 至于其他的话 一般不用设定 基本上我们都是出场的时候 设定好了 有三个 一个是填充 填充的话就是 物料进来 开的的话才会有 才有物料进来 然后调试的话呢 就是 你开 看一下调试 调试的话就是做鱼 做大鱼 至于色标的话就是说 你用的是采模的时候才会用得上这个功能 然后 在我们 自带器的两边 有一个 有两个垫眼 这两个就是垫眼 然后都是要啊 里面有空 它是可以感应到里面有物料下来的时候 机械就会进行包装 还有啊 这些机械的话都要接上空压机 你要都要充气 这个是空压机接线的地方 这个是空压机接线的地方 大概需要是有6公斤的器 应该是输送机 这个电机 跟这个电箱的接线 我们上去 呃 这个 阿彩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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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这条黑色环里面的线呢 就是 有三个小线头的 然后 我们都标上了 UVW的 你就根据这个里面的 跟他本来的线码对应上 就可以接上去就可以了 平时不用的话可以把这个按钮打下来 用的时候卡上去 然后这里是电箱的那个捏面 然后就是一般的话你要把手动改为自动 然后就按了启动 按启动但是你要在机械里面开一下那个 把那个填充的工能开的 我们现在要开启 开启然后就按启动 启动的话物料的话就会这个送送袋的话就会上去了 现在包的是一公斤的豆腊 另外一半的东西 就会怎么做 因为我吃了一半的东西 你给你带我来说 你给你带我来说 那就是我弄这个东西 我去里面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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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去里面的东西 你去里面的东西 和我去里面的东西 我去里面的东西 我去里面的东西 当没有物料下来的时候 机械就会停止包装 不走磨 但是这个输送机还是会运作的 也需要手动去把它关闭